記者維他人 今天我要給各位帶來報告的是 人民議會意見書 人民議會意見書之所以產生 乃是因為台灣的代議政治已嚴重失禮 政府的黑箱 決斷了人民的參與 國會議群黨議 踐踏名譽 人民佔領議員的行動 不斷是為了捍衛民主 更要奪回人民之間參與民主的權利 在這邊 我們要向世人發聲 台灣人可以透過多元的對話 民主的審議 用會整集體智慧的方式 提出我們對重大政策的共同主張 既然政府已經落實民意 我們人民就直接參與 這份人民議會意見書 便是我們全民集體智慧的接近 就在今年的4月5號 我們在青島東路 濟南路 還有立法院內 進行了民主審議的活動 每一場審議 皆是由兩位教授專家 帶領各個小組進行行政院版 以及民間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比較 透過小組討論的方式 我們總共有超過51個組別 超過1000人以上的參與 讓我們對兩岸協議監督機制 有更完整的了解 更完整的比較 更完整的結論 在這邊 我們在全球的實踐民主當中 是一個非常罕見的經驗 這顯示著我們台灣人 向市人展現 追求民主的火根草力 每一個小組的結論 皆包括以下六大主張 第一 公民必須要有廣泛的機會 實質而細緻的平等 參與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審查 對於涉及主權 關乎人民主旨的兩岸協議 人民有權透過公投的直接民主 來參與決定 第二 我們要求在審議過程中 資訊公開透明 充分保障人民知情的權利 第三 我們認為兩岸協議的內容 必須包括五大優先考慮選項 第一 國家安全自由 民主自由 文化認同 環境生態 以及分配正義 我們對這五個原則的堅持 皆要優於經濟發展 第四 兩岸協議的衝擊評估 必須全面 長期 確實 客觀 除了政府的評估之外 我們也必須納入民間版的獨立檢驗 而在產業面的評估 我們則要重視弱勢產業 以及勞工權益的問題 第五 國會對於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機制的審查和監督權利 必須配套相關的制度改革 以避免再有這些立委 只聽黨議 不問民意 第六 兩岸協議 必須依據對等談判 維護主權的原則來進行 台灣主權國家的地位不得矮化 民主自由的國家體制不容忽視 最後 我們必須要說 我們必須要說 人民議會非常擔心 這一次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會在政黨的政治算計之下 淪為鳥籠條例 請朝野務必正視 人民的主張以及擔憂 人民才是偉大的立法者 總統 行政院長 立法委員們 你們的權利來自人民 請傾聽人民的聲音 並接受人民的領導 以上 謝謝大家 最後 人民議會 將議事錘交還給屬於人民的立法院 還有維護神 play 希望活動 這些議員